趙薇扮黃曉銘喝口水酒 飲後扮豬頭 巨蕩賢妻 我們不怕打夜啦 啦啦啦啦啦 哇嘞 這三次小主角太大咖了吧 分別有經濟影帝 和新科香港金香獎影后 超堅強陣容今天在北京 出席電影橫沖直撞 好愛屋記者會 來幫我們簡單的分享一下 現在的心情 心情就是 那已經成為過去的事情了 高興一個晚上就好了 那是一個非常文藝的電影 我在裡面也沒有畫中 也沒有任何的裝飾 更古致的一個電影 但是這個很重視幫好萊塢 我覺得如果同時放映的話 大家會覺得 我人格是非常分裂的 要不要用種特殊的方式 方式稍微 可以啊 這一行人神秘兮兮 讓稍微都緊張啦 幹啥啊 答案揭曉 多麼的快樂 多麼的美妙 多麼的美妙 真的 把他們兩個的電影 都沒有選票拉出來了 哎呦 感情夠深厚 才能這樣開玩笑啦 交情好到都能供飲調酒呢 小明是真心替稍微高興的 看起來有過了四個電影 我就說他肯定會拿掉 很多人都說 你現在是人生贏家了 你自己覺得嗎 如果是的話 你覺得你下一個巔峰在哪兒 呃我覺得 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說什麼才叫做人生的巔峰 對我來說 我 我覺得只有一個人內心 平靜 踏實 安心 那他就會在巔峰 那很多網友現在也會說 就是其實你根本不用出來這麼辛苦 可以安心的大家做一個富太太 為什麼不當 因為我覺得 嗯 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每個人他來到這個世界上 有自己存在的價值 想追求的東西 或者想完成的一些使命 所以還是應該為了自己成果 這樣 蘋果娛樂Line 感謝趙大師開示啊 報導 隨便當記者 全民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蘋果 新開放 照片1000元 影片2000元 最終於指定的 實戰機構 你爆料我捐款 都在麻煩 可以開放 這邊 都在麻煩